瑞琳老师你好 非常荣幸 我们能够就大家感兴趣的一些 我们第二届的华人影视文学奖的问题 跟大家解疑答获 我们知道去年我们在法国南部 举行了第一届的华人影视文学奖 大家都非常地关注 也非常地重视 我们为什么要举办华人影视文学奖呢 您能回答一下吗 今天要跟大家汇报一下 就是我们第二届的华人影视文学奖 而且我们这一次有很大的惊喜 就是我们还有华人文学的金笔奖 同时开跑 因为有很多的文友都非常关注 今年的评奖活动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那我就想先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这个评奖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背景 我们第一届的华人影视文学奖活动是非常成功的 当时有很多文友都想继续地了解 这个后续的华人影视文学奖的评选活动 那我们想跟大家交流的是 这两年世界发生了很多变化 我们都看到传统的纸媒文学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严肃文学的发展也遇到了困境 人们更喜欢影像制作的文学艺术 那么顺应这个时代的潮流 我们试图在努力地倡导文学和影视的结合 那这种结合可以是电影 电视剧 也可以是短视频 同样都可以发挥巨大的文学传播的作用 那这些年你也会发现 就是我们这个好的文学 如果跟影视结合在一起 就会产生巨大的能量 甚至有时候会让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都改变自身的形象 所以我们有必要呼吁就是海内外的作家 为我们的华人影视文学提供更好的文学作品 为华语影视产业添装加瓦 还有一个情况值得警醒 就是我们东方人口并不多的韩国 我们看到它的影视产业却震惊了世界 可是我们全球的华人的影视作品 却一直还没有能够真正的走向国际舞台 那中国大陆的影视作品的质量呢 也一直备受狗病啊 这个曾经有一个作家说过 影视不行主要是文学不行 所以这个话真的是很深刻 也是一针见血 那我们就回到华人影视文学奖的评奖的目的 我们一个是要探索海外华人文学 与华人影视的内在关系 成为啊就是促成我们华人文学 和华人影视产业的良性的互动 第二个呢就是通过每年一度的评奖 和定期举办的华人影视文学论坛呢 搭建出这个海外华文作家和国内影视机构 沟通合作的桥梁 成为链接作家导演编剧制片人的纽带 第三个呢我们也借助于我们手上的 这个视力华人周刊 还有华人电视 北美科发出版集团的纸媒 网媒 还有图书这个出版的这个非常重要的平台呢 一起将海外华文作家中有这个影视改编 潜力的优秀小说 非虚构作品推荐给影视机构 挖掘出优质文学作品 电影电视剧 电视纪录片的改编潜力 然后最后我们还想呢 借此呢来征集啊 具有民族性 艺术性 思想性 观赏性 贴近生活 天际实际的优秀的影视文学作品 然后我们还想每年节集出版 向大家推广 所以我想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说到了这个今年的奖项呢 我知道从年初开始呢 我们就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您能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今年的这个作品的得奖情况吗 好的 这也是我们最近一直在努力的方向啊 这个我们是紧锣密鼓啊 这个在2022年1月18日啊 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 由这个北美科发出版集团 世界华人周刊 华人广播电视台 主办的北美科发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承办的这个北美欧洲 澳洲东南亚多国华文作家协会 华人影视机构推荐作品 参评的首届华人影视文学奖揭晓 那个时候因为是年初啊 真的是喜气洋洋啊 那么享誉海外华人文坛多年 并成功的进入国内影视产业的 像颜歌林 红颖 张灵 薛海祥 长林 孙博 曾小文 刘英 武童 还有我们北美和欧洲著名的华文作家 像周立 卢新华 苏伟 诗伟 沈宁 陈久 等等吧 有40多位海内外作家 他们成功的折柜啊 成为首届华人影视文学奖的得主 今年呢 我们准备的更充分一些 因为我们的颁奖典礼的时间是在7月 所以我们的时间是比较充裕的 那这个2022年的5月呢 是我们第一届的颁奖的时间 那一年呢 就是去年的5月呢 我们在法国南部的古城 纳波拉啊 举办了首届的欧美华文作家国际笔会 那这个笔会期间呢 特别举行了首届华人影视文学奖的颁奖典礼 会前呢 有我们北美科发出版集团的张辉先生啊 特别赞助出版了首届华人影视文学奖的作品 导读会后呢 张辉社长还把笔会期间文友们滚烫的文字浪漫的回忆 编辑出版了一本印刷精美的法南时序的这个书 所以我们第一次的这个第一届的评奖活动呢 收获是非常丰盛的 那我们第二届呢 将会做得更好 那我们刚才说到这个第二届 还有上届的情况 那很多的这个文友啊 还有文学爱好者就想知道 那这两届 今年和上届有什么样的不同和变化 首先的一个变化呢 是我们这一届的评奖活动时间比较充分了 我们发动了世界各国华语文学社团 进行广泛的推荐 比如来自这个欧华作家笔会的安静女士 来自澳洲华人写作协会的武林一先生 来自日本的华文女作家协会的华春女士等 我们尽量的发掘出第一届被遗漏的好作品 第二届华人影视文学奖目前还继续接受 作品的自荐和推荐 那我们本届评选的重点呢 是除了首届评选遗漏的优秀影视文学作品 和首届获奖者今年发表出版的最新佳作之外 还同时甄选近年来海外创作的优秀原创的影视剧本 这个我们回头还会讲 我们今年还创刊的这个世界华人的这个影视文学剧本的这个刊物啊 那第二个变化呢 是我们也是很大的一个变化 是我们这一次的评奖活动特别增加了国内的作家 包括网络作家 不仅广泛的征求了海内一些著名的学者的推荐名单 这个比如说像研究中国当代文学非常有成就的 这个碧光明教授 还有就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研究院的首席专家 肖金红研究员 在今年7月呢 即将举办的温哥华影视论坛上呢 我们影视协会还将与中国作家协会的网络文艺跨文化传播论坛 他们的这个组委会建立密切合作的关系 第三个变化 是我们这次在华人影视文学奖评比之前 我们还要推出世界华人文学金笔奖 我们要把这个影视文学和华人文学呢 分开来评价 因为这样的话呢 既能突出影视文学的好作品 又能鼓励优秀的海外华文创作 关于这个影视文学方面呢 我们会缩小获奖的规模 集中评选出具有开发修改生产拍摄价值 和具有影视电视纪录片改编价值的中长篇小说 非虚构作品 以及根据优秀的这个华文小说改编的影视剧本 已经或者是包括已经设置完成的电影电视连续剧等等 所以我们这次是更细了 我们把这个作品呢 分成了两种 一个是比较全方位的华人文学奖 一个是呢 比较专业的华人影视文学奖 一个新的情况就是除了我们这个第二届的影视文学奖之外呢 又增设了一个首届世界华人文学金笔奖 那目前为止这个金笔奖的这个推荐情况如何 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看到这么多的好作品蜂拥而来啊 真的是非常喜悦 这个目前第二届华人影视文学奖和首届世界华人文学金笔奖 收到的专家推荐的作品是非常广泛 而且作品的质量也非常的过硬啊 比方说啊 我们看到从中国内地推荐的这些都是大家名家啊 我举几个例子啊 像我特别喜欢的作家 球珊珊 她的雪山上的达娃 像观人山啊 她的白杨殿上 像离纳北的烽火墙 攀向黎米式的荷花江 中球式的比时间更久 傅秀营的野望 香港这个葛亮的瓦猫 南翔的伯爵猫 林白的北流 卢米的金色河流 还有颜真的如何是好等等 这些啊 我就看到的他们这些作品 都是国内一流的小数啊 一流的作家 那在这呢 我不一一列举了啊 因为这个作家名单非常长啊 我们只是选取了其中的几位啊 只是给大家先预告一下 那还有中国内地网络的文学作家 我也举几个例子啊 像这个九徒的大唐游侠尔 像肥我私存的爱如繁星 像蒋胜南的天圣令啊 蒋胜南大家都很熟悉啊 明月传的作者 那还有西行的洛景真等等啊 这也是非常难得的好作品 在欧洲方面呢 我们这次哎呀特别振奋啊 就是欧华的作家 这个作品呢 是量子和质量都是 可以说我甚至都感觉到 有碾压北美的趋势 这个我举例子啊 比方说像法国三煞的 维奇少女 这个是得了总统 都是受到总统关注的作品啊 奥地利方丽娜的这个到中国去啊 这真是一部大不投的 非常难得的一部好作品 像比利时张平的三部曲 这个红皮影桃园黑音石 德国海遥的我的佛兰次 西班牙赵岩的伟人 荷兰月涛的一夜之差 奥地利叶小明的天堂雪衣 瑞士严敏儒的英雄不在家 德国春树的长宾小说乳牙 德国徐徐的法兰克福的中国库巴 法国黄小米香水之都 奥地利胡法云的如烟 法国王立明的当代欧漂 这个仅仅之一年 还有希腊留波的火车邦七号 荷兰梦娜的一生子够爱遗的人 妮娜的一步之遥 哎呀等等 我真的觉得这次感觉到欧法 这个阵容是非常的强大 好那北美这边呢 去年我们是作家是占主导地位的 今天我们比较就是精选了一下 然后也把一些遗漏的作家呢 提出来 这个我们特别 这个跟哈金先生呢 有这个要到他的自由生活 长篇小说非常好 特别适合这个影视文学的 还有像袁静梅的也是家庭如潮的 这个疯狂的真子啊 范谦的这个金鸿大雪 薛义伟的空曹 诗伟的顾国公卷 武童的风雪西埃拉 索尼亚的战争近世啊 这个吕红的美国情人 江兰的何欢牡丹 海云的金鸣公子 李凤群的月下 二乡的狂流 王燕的我们不善于告别 顾燕的极光号列车 微目的不落雪的第二乡 红香的开在迪拜的紫藤花 曾小文的金晨 梦雾的千山万水 崔苗苗女士的长篇小说 九云遥 董熟梁的上海楼上 刘怀宇的远道苍苍花 这是我们北美的这些作家 也是非常的棒啊 然后呢 我们收到澳洲啊 各路啊 这个推荐来的作品啊 有江丽涵的大城小士啊 这个作品已经改变成电视剧 叫一路朝阳 五零亿的鳄鱼之城 好多专家都说写得真好 还有沈志敏 送来来的情迷意乱的巴士 汪英果的烽火中的水晶球 今年里的潘多拉手环 为民的我无法证明岁月有角 彭闪闪过法 梁君悉泥追梦录 乐宁的张书记的幻海生涯等等 这个是非常令人惊喜的 因为澳洲的华文作家一向还都出在边缘啊 这次他们进入到了一个大家的视野 是而且是以非常不俗的这个表现啊 非常让人感到鼓舞啊 那么东南亚呢 还有东亚地区呢 这个我们有收到这个马来西亚李子书 他的留俗地啊 这部长篇小说已经被很多影视公司就购买版权啊 马来西亚佐拉的穿越时空的仙人掌画啊 泰国梦林的红森林 日本华纯的沙漠风云啊 这是长篇小说 非常好的一部写环境保护的长篇小说 那么日本陈永和是非常有名了 他的光路坊三号 大家都知道啊 日本无名名的海狼 也是被很多影视公司看中啊 像还有义父的阿务的李小国 还有就是特别推荐日本元山李子 他的小说很特别的题材 他和我的东吟物语 所以呢 这些作品呢 都将会就是啊 获得就是我们在推荐 将从中选出我们的金笔奖 然后从中我们再选出 合适这个影视改编的影视文学奖 所以你从中可以看到 我们这次的作品量还是非常阵容 非常强大 而且内容非常丰富 真的可喜可贺 在我们的这个第二届的颁奖活动 我们今年的颁奖活动呢 要比第二届的颁奖活动更为盛大 这个确定了时间是2023年的7月 我们重新定名的叫第二届世界华人作家笔会 这个落户在美国加拿大 那么从这个美国开始啊 这个从洛杉矶开始一直到温哥华 数百 这可以说数百文有啊 这个北美的狂欢之旅啊 那么这个与此同时呢 我们还将在温哥华举办第二届网络文学啊 文艺跨文化传播论坛 然后与此同时我们也举办首届国际华语原创IP点节 其中还包括影视文学国际论坛的系列庆祝活动 所以我们这次高端的影视文学国际论坛呢 邀请到大家耳熟能详的著名作家和影视的这个著名的人物 那在这样的一种大的氛围当中 我们来颁发这个世界华人这个文学金笔奖和影视文学奖 大家可以想见啊 这是非常的热闹啊 那这个时间我们已经基本上确定在7月 而且邀请函已经开始发出 如果有需要参加的朋友 非常欢迎您跟我们联系 那么这一次这个颁奖活动啊 跟我们这一届的笔会的主要的目的呢 是要帮助中国就是可以说我们要希望说中国文学艺术啊 与创作的文学艺术走向世界 当然也希望让世界文学艺术来啊 来这个关注中国 那么也是服务全球的华人作家 打造华人文学的大家庭 促进我们世界各地华人作家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那还有一个目的呢 是啊 助推我们的网络文学 因为很多好的作品是在网络上诞生的 海外华人文学的IP化 搭建网络文学 然后海外华人文学对接影视产业 啊 这个浮化出更好的影视项目啊 这一次会有很多的影视界的人 他们都特别心心念念的 想要跟很多的作家们见面啊 那我们也推动优秀的华文作品的这个啊 翻译出版影视剧的改编 然后我们联合海内外的渠道呢 多元化的发展 所以今年的7月的这个颁奖典礼呢 是非常多元化 而且非常的盛大 这个欧美影视协会呢 自从去年长一来呢 做了很多的有目共睹的大事 呃 有很多的人呢 说我们做得非常兴旺 那你能介绍一下 近期我们这个欧美影视协会的发展状况吗 也要感谢我们张辉先生 而且感谢我们温哥华的企业家 玛丽姐啊 玛丽女士等等吧 好多朋友 真的是大家志同道德 创造了一个奇迹啊 因为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啊 然后成立这个欧美影视协会 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头 已经硕果累累啊 这个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和赞叹 好多人都说 哇你们协会在这么短时间里做出这么多的事情啊 真的是非常的可 可以说是我们自己也觉得真的是位置而感到自豪 因为这个协会呢 除了筹办这个第二届的这个世界华人作家笔会 筹备首届的国际华语原创的IP电影节 我们还举办短视频的征集活动之外呢 那还有我们的世界华人周刊呢 这个影视版创刊 同时呢是以华人周刊在世界各地的影响是越来越大 我们的黄增之先生呢 他真的是单纲啊 可以说是贡献卓著啊 那这个还有他们一起投资拍摄了冰球之美的纪录片也上线 还有支持华人TV华人骄子华大文学院栏目的采访啊 这个采访了很多的文坛和影坛的名人 然后呢也协助了我们的玛丽理事长创办了马姐会客厅的视频节目 还配合了黄敬离导演玛丽啊 这理事长他们创办小孔丞相这样的视频栏目 还支持了华人TV创办的北美观察啊 由这个啊这个这个是也是跟我们一起合作的前央视资深的媒体人啊 一起担任总编导等等 就是我们在打开我们自己的这个啊主办的项目之外呢 我们也同时跟各界的啊这个人物合作 然后让我们的这个协会的这个辐射面呢更加的宽广 做出来的这个成绩呢也更多 更能够能够服务于我们的读者作者 2023年一定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 一定是创造出更多成绩的一年 那我自己呢并不是一个影视人啊 但是呢我是真的我觉得我自己也是何德何能啊 能够跟这么多好的同道人一起来来创造一个新的一个影视协会 而且跟大家一起来做这么多有意义的事情 那我是对华人影视文学充满细心的 原因是因为我们影视协会呢汇聚了一批优秀的人才 凝聚了无数人的心血 所以我相信今年呢将会是开花结果的里程碑 这个期待着我们大家今年一起啊 这个让这个2023年呢能够成为一个啊 不虚度的一年成为一个创造成绩的一年 成为难忘的一年 那最后呢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 2023年我们第二届世界华人作家笔会 以及我们首届的华这个华语文原创的IP定节呢 将在温哥华迎接世界各地华文作家和影视同仁的到来 非常的啊这个期待和欢迎 所有喜欢影视喜欢文学的作家文友们 跟我们一起投入到这个时代的洪流当中 然后让我们一起来创造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文学时代 谢谢大家谢谢苗玛 谢谢瑞宁老师接受我的采访 也预祝今年我们的活动圆满成功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